原神萌新练了一定会后悔的角色 第一个 白嫖的主角一定不要练 一个角色就能拥有七种元素 就连神明都没有你厉害 队伍里缺哪种元素 直接凑数 你可别告诉我你已经满命了啊 第二个 白颂的四星奶妈巴巴拉不要练 对于萌新来说好处太多了 作为治疗角色 可以帮助萌新轻松度过前期 后期深渊队伍却治疗角色也能派上用场 第三个 白颂的凯亚不要练 萌新有了他直接变成渡海真君 长距离的渡海根本没有难度 身为兵元素角色 可以和水元素触发冻结 和雷元素反应可以触发超载 培养难度太低 第四个 菲谢尔 这位中二少女性价比太高了 所以千万不要练 不俗的后台挂雷能力 前期开荒好用的一匹 后期臭队也嘎嘎好用 第五个 班尼特 香菱行秋 这三位千万不要练 因为配对适配性太强 随便撒一个角色进去 都能组成配对 这些角色不要练 不要练 千万不要练啊